台湾原住民第15族拉阿鲁阿族 26号举办全台独有以贝壳为祭典主体的圣贝祭 市长陈菊前往参与族人庄严肃穆的重要祭典仪式 他表示拉阿鲁阿族人数不到400人 是原住民族中的少数民族 希望借由这次圣贝祭的仪式表达对祖灵的敬重 陈菊市长身穿原住民传统服饰 出席全台唯一以贝壳为祭典主题的圣贝祭 受到拉阿鲁阿族人的热烈欢迎 随后国小学童合唱原住民歌曲 在长老的主持下 庄严肃穆的圣贝祭正式登场 我们希望借着这个仪式表示我们对原住民 我们的拉阿鲁阿族我们的祖灵的敬重 我们祈求祖灵保佑 我们各个族群都能够非常和谐 大家都能够平安 陈菊表示拉阿鲁阿族人数不到400人 是原住民中的少数民族 现今主要聚居在桃园区高中里 桃园里及纳玛夏区玛雅里 近年来透过拉阿鲁阿族人 努力及各界的重视 市府大力支持原乡建设 产业发展及语言文化 包存珍贵的传统祭典仪式和母语 是台湾重要的文化资产 也希望各族群间都能够互相认识欣赏 市政府我们对于桃园区的建设 以言的文化产业等等 我们都艳丽跟区长 大家一起努力 跟中央人民会一起来努力 那现在我们认为 我们对于是拉阿鲁阿族的族语 我们认为这个部分是不到400人 但是这个族羽的保存 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拉阿鲁阿族在日治时代 被政府归类为州族 战后一直沿用这项分类 并且跟卡纳卡纳富族合称为南州 经过族人漫长的证明运动 终于在三年前 货班部委原住民第15族 拉阿鲁阿族 如今用身背计表达对祖邻的敬重 也祈求各族群都能和谐平安 港渡新闻宋沛成 罗绍军采访报道